講到一半 段遜 交集的心意勇而上 在臺灣工作的烏克蘭女模 譚雅因為俄羅斯出兵攻打烏克蘭 她在網路頻道中 透露家鄉的狀況很危險 日常生活被打亂 譚雅談到家人 只能等待一切結束 沒有任何庇護所很無助 現在的她時刻掌握家鄉的狀況 直判戰爭就此停歇 還有一位嫁到臺灣六年的譚雅 在臉書透露家人所在的城市 遭到攻擊 甚至朋友在戰場受傷 打電話回家交代後事 讓她擔心家人的安危 另外在臺灣深耕多年的女星瑞莎 也在臉書PO出家鄉影片 壯闊美景一一呈現烏克蘭的美 瑞莎寫下好心痛請停止戰爭 而她透過經紀人表示 爸爸媽媽弟弟都在臺灣 但打給奶奶叔叔卻聯繫不上 瑞莎感到很無力 不知道該怎麼提供幫助 只能默默祈禱家人平安 情人節才和老公迎接二寶 沒想到十天後老家在烏克蘭 遭遇俄羅斯攻陷 讓她不斷惦記還在家鄉的家人 面對俄羅斯的威脅 只能盼家人平安躲過這場戰爭 回到和平 華視新聞 林亭亭洪西域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